《無人可對現存的生命現象》 現今科學家雖能製造穿梭機及登陸月球 但仍無法製造一火植物或某種生命 足以證明宇宙本體就是一個現成的科學家 隱藏了無量的智慧方程式及能量 《無人可對現存的生命現象》給予究竟答案 最簡單就是每人都沒有要求有生命 不知如何現象到這個世間 但令自己生存在世間的人 卻沒有提供維持生命的足夠資源 我們現在都要為這一副莫名而來的身軀牢碌 但亦不能保持得住 死亡隨時降臨 憑此可知由生命推廣到四周事物的來去之上 除了使用不可思議形容之外 別無他法得色究竟 也代表我們的智慧是有限度 尤其受著有限的感官世界束縛 人類所接觸的只是表面世界現象 以視覺為例 從無人可直接看見他的相貌是如何的 除非他修行到究竟正誤的階段 故對很多人認為眼見方為事實者 需要好好心思 連誰是你的父親 亦是靠人一面支持 何況其他 但此深奧法教在二千多年之前 已由親正究竟真理的佛陀親口宣說 並由後人結集經典記載 有緣者可從中找尋 我無意在此討論生命的起源 因為對正受輪迴煩惱束縛的生命 並沒有任何幫助 就算知道生命來源 對目前及將來 也沒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怎樣處理眼前現象 及如何安排將來之生命去向 是比較重要 亦是比較有智慧的做法 因為人的世受太短及無常 應把握及珍惜去利用生存之一段時空姻緣 如果能夠做到善用此生 已經是非常之不錯了 在生命開始接觸這個世界時 宇宙本體透過動作語言 吸了我們幾種信息 為了使大家對生命多一點了解及認識 在此稍微透露一點 太多的話我會違反戒律 及使無知者引起煩惱及不安 第一個信息 由生命離開無體時 我們便需要吸入空間的氣體 方能維持生命 由此動作已告訴我們 個體生命是無力生存 須依靠四周能量 狂妄自大驕傲者應該好好反省 你目前任何豐公毋業 都是外界一切存在的事物提供 你只是適逢其會而矣 況且古德曾言 萬里長城於今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第二點 再吸入空氣時 需要再呼出 此信息顯示出 這是來去循環現象 告知 這是一個生滅輪迴現象的世界 生命如是 四周環境現象亦如是 有智慧者更需要接受一切順益的環境 由生命呼吸時 已告知宇宙現象本來是如此 能誤到此點 你在人生路上 將教一般人寧靜和諧及心境平安 因你能夠接受眼前發生的一切現象 對過於執著個人存在 自私者 應該在此點上 多以了解及認識 對人對己都非常有利 第三點 維持生命最重要的呼吸系統 竟然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和運作 究竟是誰再操作呢 這個信息告訴你知道 這生命不是你的存在 你應該接受無我的觀念 因你的生命 只是物質元素組合而成 究竟無實 如你能夠誤到這點 再加上能遇到靈修法教正確的導師 你會比一般人更快醒覺 我們俗語就是有縮小的遺根 以上幾點 很多人致死仍不察覺 雖知道宇宙無時無刻 不停地透過流轉變化行為動作 跟我們說法 但我們竟執著與言文字不放 足以證明我們殞藏了很大的無知 每個人都向外追求 竟疏忽了本體存在的現象 現今世人表面越來越聰明 但缺乏了內涵的智慧 物質文明越發達 但帶來的禍患越多 我無意評擊世界的科學發明家 但他們忽略了人類內心探索 及本體的認識 更忽略了人類由意識引致的慈愛 悲憫、正義、清淨的精神世界 以及由心念而引致不同的事物變化 這在無情科學領域中是缺乏的一個重要環節 科學家只能透過對外表世界觀察和分析 實驗和感觀的邏輯推理而獲得知識 但無法獲得真理 如人們想進步或視野廣闊 應由了解生命本體內開始 到你有所證悟時 身外現象一切便可應付自如及迎刃而解 你可以左右生命的來去 及怎樣利用生命存在的現象 去做你想做的事 在一生裏不能完成的時候 你會在來生繼續下去 直至完全辦妥為止 你將不執著無常苦空識身 因為你了解到既能接受生命的形式 亦應該接受到生命的消滅 當你證悟到生存及死亡 等於是開幕跟閉幕一樣簡單時 代表你已解脫生命輪迴的束縛 這就是佛雪的涅槃境界 亦是無常密法大手印的成就 我並無資格談生命究竟問題 但彼此都有生命存在的現象 故不能備而不談 只好將所知者提出一下 願能啟引有緣者一點至光 引致進而加以探討生命的內心世界 智力意識世界 啟發生命內在倫理道德本源 離惡修善 不負此分斷生命存在便於緣足矣 但此本體智慧必須經過閒定方能引發 西上從無人由理論達到究竟的覺醒 正如你不能只熟讀駕駛汽車指南 便可在路上駕駛汽車一樣 更重要的是 首先要放下你一切的知見 否則真理便無門可入 因為表面知識就是你最大的障礙 每一個生命過程都經歷生老病死 無一可避免 永恆如此 一律平等 但世人多秘而不談死亡 生存時用歡樂麻醉自己 衝淡對死亡的恐懼 更不會研究或學習死亡的方法 有些用斷滅的理論來減輕恐懼 認為人死如登滅 所以在生時應及時行樂 一般人不知道物質不滅定論 深色無形無相更不會斷滅 隱藏貪生之雜性細能 故有死而再生 生而再死的輪迴現象 再生輪迴學說 已被歐美學者經多年感染 證實存在 但唯一能解脫生死輪迴之苦 只有佛法方有解決之道 人唯有確認 生老病死苦 才可減輕對世間欲樂之貪戀執著 並了解世間一切欲樂 只是死囚行營前的最後晚餐 何樂之有 當他有緣接觸釋家法教 認識宇宙之因果業報緣起法則 更了解在所有生命舞台中 只有活在人道中 才有能力影響未來生命層次的升降 及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只有在人道中 才有培育下一代及影響下一代的命運 故很多行者 能以磨我的精神 善用此生 長作利他的善行 除了認識以上數點因素之外 更知道唯有 積聚善業 方可減輕死神來臨時的恐懼 在死亡前的一刻 他生平所作的善惡業識 便會在他腦海中湧現 影響他來生的走勢